但是沒想到說 土耳其竟然發生了規模7.8的大地震 然後沒有多久又有一個7.5的一個地震 這兩個地震 整個讓整個土耳其柔長寸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這個房子 一個一個瞬間的倒下來 瞬間垮掉 跟這個更驚人 這整個地 整個地完全將被撕裂開來 光潔這個7.8還有7.5的這個大地震 陸續發生之後 現在土耳其可以說是 整個南邊這個地方 房子倒的倒 能夠倒就倒了 另外一個就是地上出現了非常多的裂痕 他就說山崩地裂的狀況 都不足以形容 真的是山崩地裂 這裂了非常多 而且你看 不斷的有包括機場的跑道破裂 然後房間倒塌之類 這是機場 各地都是有這種 大家看到就不可能出現的這個畫面 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7.8 機場的跑道 或者機場的這個結構 不是很扎實嗎 怎麼看到整個都裂開來爆裂了 智想一個7.8規模的這個大地震 發生在這個土耳其南邊這個地方 因為這次是整個東安納托利亞斷層 被往北推 這個怎麼形容呢 它其實是南邊的阿拉伯板塊往北推 推動整個土耳其的國土 甚至還有人說什麼 土耳其的國土在這個地震裡面 被移動了可能好幾個 這個我們看到的 被整個國土被往洞推 這麼大的土地被搖晃 所以你就知道一定地上出現非常多的地裂 還有這個所謂的房屋倒塌的狀況 那目前為止 因為人家就說了 這個不只是山崩地裂在當時的這個 地震發生的時候 在地震發生之前 還出現了藍光阿 然後出現了這個地鳴阿 還有鳥的這個飛奔的這個狀況 反正這個你現在看到的 土耳其南邊的這個狀況就是 用世界末日來形容也不為過 而且剛剛講你現在在這個地區裡面 你幾乎沒有一寸 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你就看到你開著車在路上裡面 你就看到那個房子在旁邊一個倒下來 你就算是站在路上 你覺得你已經站在空曠的角落 沒有 你旁邊的車的房子 還是可能瞬間的倒塌 它根本就像什麼 根本就像是世界末日的場景 也像是加州大地震的那樣的一個畫面的場景 就在你的眼前活生的上演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講 在這裡面的人來講 它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一陣不退 從發生到現在 一個7.8 一個7.5 接下來456級的這個地震 一直持續發生當中 而且在目前為止這個地方發生了 7.8 跟7.5 兩個大震州 還有100多次的雲震 都規模都非常大 所以我可以這樣說 在當地的土地裡面來說 已經沒有一片 你會覺得很安穩 而且房子 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所以到底哪一棟 是可能已經經過這兩次的搖晃之後 被搖毀了 你都不知道 因為當地人形容說 地震的當時是上下左右 好像你在這個滾桶裡面 或是你以前在玩這個雲消沛車這樣子 你完全不知道走向的一個狀況 所以它是上下左右 所以這個搖晃是相當劇烈 對 你知道事實上 我們知道這個921的地震 還是只有這個地震的五分之一 如果你形容 你就知道當時發生在土耳其南部 那個地震真的是 搞不好你連趴 你都趴不穩的一個狀況 你就知道這整個非常誇張 所以你看現在我們傳出了很多畫面 你知道走在路上 你看只要你隨便一拍 大樓就可能隨時 沒有什麼余震 它也就自己倒了 你看不斷的有很多大樓倒塌 所以你可以拍到非常多大樓倒塌的這個瞬間 甚至那種行車機圖器 拍到這種大樓倒塌 左右兩邊的大樓倒塌的瞬間 這也都是常常拍得到的 甚至還有什麼 你看這車子這樣開過去 突然之間左右的這個建築物就倒了 真的 對 你知道這其實就是 你看倒塌瞬間 馬上沒多久 這個其實有稍微搖晃一下的這個狀況 你看瞬間 它再開始搖晃 前面的房間就倒了 旁邊房間也倒了 你看兩邊都倒下來 它幸好 這個我們知道它有沒有逃過這個災難 我們不知道 但是事實上 這整個畫面是相當相當 因為我就在開車開在路上 我覺得我基本上我是安全的 就開始搖晃搖晃 你就看到是路上的人開始跑 路上開始跑 你看遠方一棟樓倒 遠方一棟樓倒 旁邊的樓也倒了 旁邊樓也倒了 所以事實上現在在整個意思 這個所謂的土耳其南邊的城市裡面 真的大家都不敢待在室內 這是有建築物的可能太遠的 你看這是什麼 這是大樓的監視器 拍到這個畫面 你看整個這個監視器 看到畫面看 開始地震的時候 一開始還搖晃比較小 那整個你看 這個整個地震搖晃的程度 你可以看到 這搖晃程度是相當相當距離 你看這整個搖到這樣的狀況 你就知道 當時到底是震度是多大的一個情形啊 你看店裡面的商品 當然是不斷的這個掉落的這個情形 那很多人在家裡面來說 當然第一個時間 就趕快報警的這個小孩子呢 你就可能往下 這所有商店裡面的東西 東倒西外 你看這掉還不是 我們當東西掉是往下掉 它不是往下掉 這往旁邊掉耶 它是用飛的這樣左右飛耶 你看這個震的 你看這個燈被掉 被晃到什麼程度 這你可以看到 你從這些畫面 你都會感受到 當時這個地震到底是有多大還有多 你看這整個 整片房子裡面有多緊張啊 所以事實上他們都覺得說 非常非常恐怖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在這個發生地震的這個同時 還伴隨著所謂天 在地震之前還有發生所謂藍光 所以當地人是非常恐怖 不斷有異象 而且還有這個大地震發生的這個狀況 那甚至還是什麼 因為地震很強 很多人 你看這個男生 他就從天空往下跳 往下跳 為什麼 因為他說這個真的地震太大 他很害怕 來不及跑 對來不及跑 會往下跳 結果他重摔在地上的這個畫面 甚至還有什麼 土耳其當地的很多記者 你看他們到災區裡面去來說 他根本已經沒有再報答新聞了 為什麼 他其實本身當那地方 他根本沒辦法報答 對 因為他也要跟著大家逃難啊 你說講著講著 你以為是安全開始搖晃 搖晃了以後 你的前後左右 都在坍塌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哪裡是安全的 你要跟著當地人說 跟著我來 我們知道哪個地方比較安全 可能這棟建築物沒有打 就跑到別的地方去 後來他還在那個地方 就當這個 救別的這個小孩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可以看到民眾 當時我們在機場 很多民眾 正在南邊的機場 等著這個坐飛機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 你看機場的建築物 其實都比較兼顧 你看第一個時間 你可以看到很多燈 就已經熄滅了 然後他們就趕快 跑出這個機場大廳的這個狀況 結果他們跑進機場大廳之後 沒多久 他們看到這個 整個地震完之後 整個機場的跑道就爆裂 爆裂成這個樣子 你就知道這個 地震規模是相當巨大 甚至馬路爆裂的這個狀況 你就知道這個其實都是 這次地震規模 規模之強大 可能是這幾年罕見的一個局面 因為我們看到 我們在九一大地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道路整個揉起 或是那個道路整個又偏移 可是你剛剛看到 那個道路柔長 這樣整個被撕裂 那是更可怕的 你知道他的其實 他的這個所謂 地震被隆起 被凹 被改變的這個狀況 其實是更加明顯的一個情形 那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救難隊都已經進去了 那對當地來說 為什麼現在這個聯合 聯合國都說這個可能死傷人數 會比大預期更多 除了這個地方 在深夜裡面發生地震之外 現在天降大雪 在加上說 其實這個地方 在土耳其的南邊 救難隊要進去都非常困難 所以現在整個救難的情形 是相當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民眾現在 他被壓在這個 這個被這個石頭壓在這個 腳被壓住了 這還有民眾你看 保證你看 這是幾個民眾在這個地方 他被這個樓層壓住去 他們現在根本沒辦法 不是好幾個在裡面 對好幾個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你看那個大樓 如果他是瞬間的 這樣子垮下來 你在裡面的人 你跑都來不及跑 特別是說你在低樓層 你可能就會被整個壓住了 這個狀況 所以你看這還有兒童受困 那甚至還有一個婦女 她自己被困到 被困在這個下面來說 她拍了很多視頻 現在流出非常多 大家可能都 因為現在的人 可能就把手機帶在身邊 那可能趁機拍了很多影片 現在上傳到上面去 你看這是一個女生拍了 呼喚她自己的兒子的 這個照片 這個視頻 然後甚至包括說 有受困者的上網上面去 這個祈求說 我現在在什麼位置 但是其實很多人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麼位置 他只能夠發出去說 希望有人看得到 然後甚至還有土耳其 原本有40名的 這個警銷去救難 結果沒想到 又發生地震 他們就被火買了 好那你要跟你講 你如果那個道路 這樣子完全的撕裂 這樣子的柔常存在 你當外面的人都進不來 外面的進不來以後 裡面就更慘了 你外面的物資進不來 救援進不來 裡面就像一個悲慘事件 剛剛講的你現在無人機的空拍 因為這個車子進不去 透過空拍 這個地方根本就是一個 戰爭過後的廢墟了 如果我沒有跟你說 這是土耳其 你會覺得說 這好像是在開戰之死的 這個可能突 這個所謂烏克蘭南邊的大城市 被轟炸完的這個樣子 你看事實上 這就是土耳其目前 這根據這個華爾街 他們就拍 華爾街日報他們就拍到 你看整個這個 這個所謂煙消位非常重的一個狀況 整個樓都倒塌 你看整個平躺的這個狀況 這是在比較鄉下的地方 你看整個幾乎是 很多房子 整排 房子幾乎完全都是 整排都沒了 不堪蹂躏的一個情形 那你看這個很多地方都是 整個房子都完全倒塌了非常嚴重 那他們現在民眾當然是 只能 我說了 現在其實是相當冷的 所以這些民眾無家可貴之後 他們可能就外面生個火啦 然後就在那邊取暖一個狀況 這個看得真的令人覺得說 救援的物資要趕快趕到當地 才能夠解救當地的民眾 而且剛剛講的 這個地方是一個古城 這個地方有很多的古蹟 剛剛講的 你維護了上千年的古蹟 沒有想到毀於一旦了 對沒錯 因為我們知道事實上在這個地方 有過去很多羅馬帝國 或是希臘時代的這個建築 你看這是他們安紀 那個家紀安托埔成的這個城堡 你看過去的城堡是這個樣子的 就這次地震之後 你看完全裂掉了 這要怎麼維修恐怕都很困難 正在當地你看 非常歷史悠久的這個清真寺 是當地民眾的 他們的相關的這個信仰重心 經過這次的這個地震 你看這是這個城堡 那這個清真寺或是很多建築物 經過這一次的蹂躪之後 完全你看這完全是這樣 以前是這樣 現在變成是平地 那很多這個建築物都是完全被蹂躪到 幾乎是地震前跟地震後 完全看不出來的樣子 好 陳老師 今天台灣人 我們就是一個地震 非常頻繁的國家 我們對地震也算熟悉 可是看到這個真的嚇壞了 那個地裂成這個樣子 那比我們921還嚴重 而他講說今天7.8 比我們921 我們921是7.3吧 既然是5倍的當量 有這麼可怕 是 那很重要還有一個是 我們921地震 它是一個逆斷層 所謂逆斷層是兩個板塊 是一個疊在上面去 它這個地震不是 它是一個平移的 所以你看那個機場跑道有沒有 它兩邊一樣高 拉開 它這樣撕開的 撕開的 對 撕開的 那整個 這是這麼大的地震 我們大概也可以知道說 整個土耳其這個國家 它往西移動了好幾公尺 整個國家推了往西走 對 它往西推了 因為它是被南北 南邊是阿拉伯板塊 北邊是歐亞板塊 一擠它這塊整個就跑掉了 歐亞跟阿拉伯板塊 擠它 我們在火環袋上面 火環袋是太平洋板塊 跟歐亞板塊 我們已經覺得非常可怕 特別台灣又加了一個 菲律賓板塊 對 結果沒有想到阿拉伯板塊 跟歐亞板塊的動能更強 對 它中間夾的就是土耳其 這個アナトニア板塊 它就被擠開 所以南北兩條斷層 就是這種道理 對 所以這個 它歷史上也是很多大地震就是 歷史 我考古學家也講過 它在一千多年前 有個國家被滅掉 他們認為是個大地震就是 是 所以我想這次地震來講 可以給很多的一些 台灣也給我們很多的警告 就是我們現在剛剛看很多影片 你看那房子 它都是專造的房子 對 對 不像台灣 台灣現在後來921 或是之前來講 也很多鋼股 是 所以它專造房子一垮掉 就很難救援 它整個睡快睡下來 對 所以這個救援行動 是非常困難的 而且你看剛才很多大樓倒塌 它是從腳就斷掉了 它整個一整個大樓溫下去 它整個這樣下去 它就一二樓 它的那個結構不行 對 一搖一搖 這邊搖垮 整個大樓就直接這樣垮下來 所以你要講 對 它是底層整個撐不住 撐不住 對 那如果你幾層撐不住 一個壓一個 那在裡面的人都跑不了 跑不了 所以這種專造房子非常可怕 這種房子 台灣雙北市很多 雙北 類似這種專造房子 它不是鋼股嘛 鋼筋和那個磚塊嘛 是 所以這種房子最可怕 蔡老師 那你不要嚇到我了 我們1999年我們的921 它當時它8月 它也發生了一個大地震 也就是說 那今天土耳其1999年 跟台灣一樣 921發生大地震 現在又發生大地震 那台灣也會嗎 台灣當然沒有關係 這時間點 因為我們兩個地方 板塊離太遠了 對 那當然我們一直會要注意說 有這種大規模地震這樣 規模就是剛才講的7.8這種 台灣來講 我們目前整個台灣這個區域 去做調查 我們認為最有可能 就是在花蓮的海 東北的外海那邊 那邊有可能到7.8 因為我們在1920年的時候 那邊曾經有一起 大概規模也是7.8的大地震 在那邊發生 花蓮外海 對 花蓮外海 在1920年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 大概唯一認為說 有這麼大規模地震 大概就是在那邊 對 那在台灣路上 大概不會 我們想 可是如果在花蓮外海 發生這麼大地震 那我路上會有多大呢 會影響很大 但是至少它離我們 真正的像雙北的話 至少已經100多公里以上 對 所以就會稍微好一點 稍微好一點 不是說怎樣 但是你很多老舊的房子 還是不行 對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這個 這個土耳其這種地震來講 我們好好喚醒台灣的這種 類似這種房子 這種房子來講 都是舊的房子 好 那剛剛講 這個大地震 剛剛講的 它已經是百年沒有動 因為它是兩個大地震 一個北安納托里亞 一個是東安納托里亞 東安納托里亞 已經200年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地震 在200年沒動 一動就這麼嚴重了 對 因為它可能累積很大能量 所以其實每個斷層它的累積 因為斷層的性質不太一樣 它累積的 它週期不一樣 所以南邊這邊週期可能就很長 幾百年 你看北邊那邊來講的話 它可能就是幾十年就會 會有這種地震 對 所以這個就不太一樣 所以也造成說南邊這邊 就是地震有這麼大 也這麼慘重 因為大家以為說我們這個區域 沒有地震嘛 所以房子結構各方面來講 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對 所以這個當然就很困難 好 玉鳳 是 這個地震真的發很多台灣人 有嚇到 沒有想到它這麼嚴重 而且這麼殘酷 剛剛講 你現在半夜發生了 而且你現在天寒地凍 而且你現在這些大樓是一個個倒塌 你更增壓了一些就業的困難 但是我們都沒想到說 我們本來以為火環帶嚴重 土耳其可以嚴重 而且剛才土耳其 剛才老師說的 這裡曾經有一個國家 整個國家的首都 就全部都沒了 對 像老師剛才講到 這兩個板塊的一個移動 這個東邊的安納托里亞 這個地方其實在西元的1114年 那個時候有一個小國 有一個小國 他的人數其實大概幾萬人 好 有個編史學家 他叫馬兄 他就說其實在當時候 發生這個地震的時候 他又怎麼用形容 他說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樣 好 像一個眾多軍隊發生的喧囂 出於對上帝力量的恐懼 所有的受造物都像翻成的大海 一樣顫抖 他說平原和山亂都響起來 如青銅的鋼鏘之聲 搖搖晃晃 搖擺不定 就像颱風中的樹木 就像一個長期生病人的一樣 所有的創造物都會發出 他的哭泣和聲音 好 他們再回去看那個地方 有一些破壞的建築物 可是都沒有人煙 你知道嗎 這個小國大概有多少人 四萬人 四萬人有沒有能信免 這個編史學家說一個人都沒有 但是四萬人一個都沒有 四萬人就是一夕之間就消失了 但是他不是一個特例 因為在我們剛才講的這個東 這個安納托里亞這個斷層帶的話 我們剛才講的是西元的1114年 你在往前 在羅馬皇帝圖生殖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西元的115年 那個時候他要去東征 也是到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有一個這個古城 基督教的古城叫安條克 這個羅馬皇帝經過到那裡的時候 要揮軍要去東征的 結果現在停在那個地方 停在那個地方駐紮的過程當中 也是發生大地震 這個羅馬皇帝當場就差一點 當場就死在那裡 那麼那一次死了多少人 二十六萬人 而且那是古代喔 所以現在 二十六萬人 所以現在史學家講說 當時候計算的二十六萬人 應該是城鎮裡面的人 那麼周邊有沒有 一定還有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烈環來講的話 這個安納托里亞 這個東安納托里亞 他這個距離大概是一百公里 所以只要發生地震的時候 不管你是任何一個地方 只要是在這個斷層帶上面的話 一拉扯那麼死傷都是非常慘重 而且現在大家注意到了土耳其 但更可怕的是敘利亞 因為敘利亞就傳出說 他有一個陣就這樣子沒了 對 敘利亞這個地方 其實他們非常非常的可憐 敘利亞這個內戰打幾年了 打了十二年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土耳其的南部跟北邊的敘利亞 你看 土耳其這麼嚴重 那麼敘利亞現在只流傳出一些畫面 那這些畫面 你從空拍組照過去 你看 好像坦克車輾壓過去 迷迷冒冒 但是這個東西 這是敘利亞 對 這個是敘利亞 那這敘利亞只是露出來了 一點點的一個畫面 但是你看到他整個東西 其實房子就是糜掉了 整個就是軟掉了 你說敘利亞的建築的狀況更糟 這邊的環境更惡劣 所以剛剛講 他造成的傷亡就更大了 對 造成的傷亡更大 但敘利亞他並沒有對外求援 因為他們現在處於內戰裡面 所以現在國際的救援組織 就說在往這個正央靠近 有一個城鎮 那個城鎮現在沒有任何的消息傳出 你想想看 你要是發生了這個大地震 沒有任何消息 對 一定要趕快去討人 沒有任何訊號出來 所以他們其實他們逃出來了 就講說他們有很多的親戚 在那個城鎮裡面 可是沒有任何的消息傳出來 什麼意思 這音訊斷了嗎 很有可能是整個就消失了 沒有訊息了 對 如果整個消失的話 那這個傷亡慘重 一定這個人數也往上增加 那就像八八風災的時候 我們的小林村 當時大家覺得機嫁的是 也是一樣 這個村就是沒有任何音訊外流出來 八八風災那個時候發生的時候 其實大家知道說這新聞會想說奇怪 沒有特別的一個狀況嘛 對不對 但是大家講說你周遭這麼嚴重 那我們再請這個駐地記者去的時候 那個地方不像是有開發過的 你一個城鎮你有開發過 你一定會開墾 你一定會有建築物 你一定會有道路 可是像這種狀況的情況的話 他會整個扭曲在一起 扭曲在一起之後 你真的所有肝腸痠痠 你沒有想到說人類會遇到這種事情 而且這個整個滅掉之後 這個狀況是非常嚴厲 好 瑞德 當然發生事故以後 我們剛才講 我們台灣的搜救隊 我們的救援隊馬上就去土耳其 對我們一般來講 土耳其真的是這個十萬八千 離台灣三高隨遠 可是沒有想到在救難這一塊 我們是有革命感情的 對 沒有錯 那麼因為台灣在921大地震的時候 我當年有特別到災區去 我們台灣在921大地震 寶傑你知道哪一個鄉鎮 受傷 受創罪嚴重 死亡人數最多嗎 哪裡 台中東市 台東東市那時候因為橋斷了 所以交通中斷了以後 裡面到底什麼狀況 通訊中斷 沒有人知道裡面是怎麼樣 最後才知道裡面死了400多個人 我們在921大地震 全台灣總共用死亡人數是2400多人 那單單東市就死了400多人 去看那個房子的時候 真的像個地震波一樣 每隔幾棟就一棟就垮掉 每隔幾棟一棟垮掉 因為地震波是一個坡風跟坡谷 那麼結果當時台灣我還記得 那個時候東市消防分隊 好像只有六個人值班 只有六個人值班 東市這麼大 它只有六個人值班 那你知道嗎 消防車發生地震了以後 我們台灣沒有一具生命探測器 沒有任何高科技都沒有 什麼熱險象都沒有 那怎麼辦 消防車開出去幹什麼 先去再一銷 因為人太少 所以先去再一銷了以後 那麼看到哪個大樓倒地了 哪倒下來怎麼倒下來以後 可怎麼救啊 因為你事實上只有破壞 簡單的破壞器 才跟那個圓敲十字搞 就只能這樣挖 印象很深刻 為什麼呢 有一個消防人員 一邊挖一邊哭 為什麼 因為他在從無線電裡面 聽到了他們一個通報 他住的大樓倒了 他的老婆還在大樓裡面 但他不能放下手上這個救援工作 回去看 消防員在家 他一直哭 他一邊救一邊哭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這個房子倒了以後 他的家人會到底 可能生死未捕啊 所以到後來 救到幾個小時後 突然之間 他說這個是他一輩子 最感到人間最溫馨的一個 拍他的肩膀 為什麼 他的肩膀 因為那時候都灰頭土臉 結果亂七八糟了 突然間有一隻手拍他的肩膀 拍了以後回頭看 他太太 帶著小孩 然後一樣是灰頭土臉 嚇死了 獲救了 你知道嗎 獲救了 那時候他再也沒有辦法承受 整個嚎啕大哭 在現場嚎啕大哭 你就知道當時台灣消防人員的 了不起 然後放下自己家裡 那邊來先救別人 跟那種心裡面的壓力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東西嘛 後來有了 終於有了以後 九二一大地震 當時總共21個國家 38個這個等於說 國際救難團體啊 然後有103隻的 收救犬來到台灣 那麼其實救出的人員很有限啊 因為呢 第一個 相關的這個等於說 建築物卡了一塌糊塗嘛 其實總共救出六個人跟兩隻狗 但問題是 那個意義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來了以後 讓我們看到 原來可以買這些收救器材 所以大舉的 包括成立的收救犬 收救犬 然後呢這個中心 然後包括竹山的消防訓練中心 也這樣來了 然後也包括我們一個一個 消防署的特種收救隊 就成立了 還有配合空中消防隊 可以直接搭直升機 現在配合叫做空中情務總隊嘛 然後各縣市 包括台北市高雄市平東 有所謂的各式各樣的救助隊呢 那麼也經過訓練了以後呢 成為收救隊 所以可以到國外去支援了 寶傑你知道其實這些年以來 二十幾年來 我們台灣這一些 我們這些精英 救難精英啊 曾經多次到國際上面去支援過 伊朗 伊朗跟台灣沒有放假吧 我們去伊朗 伊朗跟中國有邦交嘛 伊朗大地震 我們直接殺到 我們那時候總共有六十一個人啊 直接飛機飛到德黑蘭去 然後呢 那麼當時這個地震呢 其實規模不大 六點七級而已啊 但是造成五千多個人死亡 我們直接飛到這個伊朗去救 但是呢 讓大家這個等於說 讓台灣真正國際收救救出活人的 那麼以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 那次還是海地 海地大地震對不對 那是創下了我們台灣的軍機飛 飛越的那個 整個里程最多了 飛了一萬多公里 C13洞 那麼海地大地震呢 最後總共官方的數字是死了 三十一萬六千人 單單建築物倒了二十二萬五千戶 我問你 倒了那麼多的建築物 全世界到處的一個救難團體都來對不對 可問題是倒了那麼多你怎麼救 台灣的救難隊憑我們自己的能力 我們救出了兩名生還者 然後再跟其他的這個國際的這個救難隊呢 一起救出了那麼另外的幾名的這個 七名的這個生還者啊 寶傑你知道 那麼當時我們土耳其會來救台灣 是因為當時在1999年台灣921大地震之前的一個月 8月17號他們發生一個 那麼規模7.4的地震對不對 台灣那土耳其17個人來幫我們台灣救921大地震的以後 當年1999年的11月12號 又有一個7.2的大地震 你知道嗎 又造成了土耳其四百多個人死亡啊 可是很可怕的是 這幾天這個土耳其的地震不是規模7.8嗎 7.8 7.5 那後來昨天不來個7.5嗎 但是你是不知道 依現在國外那土耳其他們相關的專家的說法 這個7.5不是7.8的餘震 不一樣 它是兩個不同的 因為兩個不同的這個地震嘛 那當年1999年這個規模7.4跟7.2也不一樣 所以事實上這更可怕 不一樣的地震 如果是餘震就知道 慢慢慢慢把能量消耗掉就算了嘛 那不是相同的這個地震的話 它會不斷的釋放不斷的釋放 那餘震會更多嘛 那麼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呢 那麼告訴大家就是 當時不是發生了一個南亞大海嘯 南亞大海嘯的以後呢 我們也有去救 南亞大海嘯也是死了20萬人以上啊 那時候我的好朋友現在已經 已經做生氣了 黨規郭東修 我們立刻一起把2000個世代 捐給南亞大海嘯 讓他們因為他們是沒有世代嘛 當時台灣也派出 台灣也有相關收救單位呢 也到了南亞大海嘯去 那個那個狀況 收救狀況跟這個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因為大海嘯來了以後 他把所有東西全部破壞席捲 所以呢 到處當他們台灣的收救人員 包括醫護人員到了現場以後 幾乎滿目荒移之外呢 都是遺體 所以呢 你除了救不出救人的部分呢 那麼那個救多少算多少之外 後來就是搬遺體 所以呢 根據他們的想 他們那時候說啊 包括醫生啊 包括護理師啊 包括那個收救單位 每天都在搬遺體 然後呢 其中在台中來的 那麼有一個這個機構呢 他們那個團隊 總共有35個人 每天要搬兩三具遺體 那不是兩三具 兩三百具遺體 有沒有 就是他們35個人 每天要搬兩三百具遺體 十幾天 那很重耶 總共搬了兩千多具的遺體 因為 咦 我一定要知道 那麼跑社會新聞 我們都聽過楊日松法醫 他染上濕毒嘛 對 就沒想到其中有一位 台中偉大的這個陳醫師啊 他也因為這樣子搬遺體啊 也染上了這個所謂的濕毒 濕毒有人說 是所謂的遺體腐化了以後的 細菌性的感染嘛 然後就會癢就會紅紅 一塊一塊嘛 他連續三年啊 濕毒都沒好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啊 那麼濕毒都沒好 他說就把它當作是做功德吧 有一次 有一次 他到一個廟裡面去 這廟裡面的這個等於說 法師呢就跟他講說 你曾經去過什麼地方 他說為什麼這樣問 他說 你的背後有根人 而且根的都幾乎都是外國人 很少台灣人都外國人 到底怎麼回事 他就知道說 我到南亞這個大海嘯的時候 到南亞這些地方呢 去幫忙這些 這個死亡的這個死者呢 去搬過遺體啊大概 對 那他說 那跟的人有多少 我算了一下 看了一下 目測大概超過兩千個 所以呢 後來他就放心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他認為自己是做好事 即便因為這樣而得到了濕毒 他還是認為自己做了一件 人間菩薩應該做的事 陳老師這一次土耳其是雙組症嗎 雙組症很不尋常嗎 雙組症接下來的餘症會更嚴重嗎 餘症當然要比他小了 怕的就是說他在觸動旁邊的那些斷層 還沒有能量還沒有釋放出來 再觸動 再觸動他 所以你看那個我們剛才那張圖 在北阿尼托尼亞的那個地震的話 你看他1939年有一次7點多地震 然後他再來就1943年 然後再來就1944年 你看他每個兩三年就觸動一個7點多了 所以這一次這個斷層的這個7.8地 也是一樣 所以我剛才講 要特別注意兩邊 所以那個7.5是被7.8觸動的 7.5對被觸動的 所以再下來可能我比較要關心的是說 他往南走的時候就進入地中海去 所以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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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希臘這邊的海 這邊也會有大地震 大地震他就有海嘯 海嘯他周邊的國家就會影響到 所以這種都在這個區域要特別注意 那蔡老師剛剛講的 發生這樣的一個災難 當然你就要這個自救 你說其實救難隊當然非常感謝 而且剛剛講的非常的感人 可是在這個救難第一刻 是你的親戚你的鄰居 是你的你自己 才是救你最重要的這個人 對一個大地震這種災害 我們剛才你也看到 整個交通各方面都已經中斷了 所以你救難隊要進去要什麼時候 可能三天後 像我們九月也是三天後 四天後還進到東四去 所以真正能夠救你的 就是你的家人或是你的鄰居 他沒有受傷的太可救 這種救難出來的話 有大概百分之七十 那百分之二十才真正的整個國家 或是縣市的救難隊來救你 對 那真正外國這種救難隊來講 他大概百分之一不到 所以剛才看到我們去救人 就只有兩個三個 但是很重要他還是在救人 這是人道主義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這種訓練來講 可以造成我們國家的 你看我們台灣的這個 九月之後的救難隊來講 救難設備方面技術來講 就提高很多 因為你看我們的每一年 我們前面幾年的2月6號 兩個都有很多台灣地震 還有花蓮地震 這也都是我們救難隊 進去防止你救人 所以這個當然很重要 所以這種每一次大地震之後 很多國家的救難隊要出去的話 就是很重要的是要救人 然後第二個是要信念 是好那正好 那講到現在真的是天災人禍 剛剛講到的土耳其這個天災 造成非常大的一個人民的損失 在現在更可怕的烏克蘭 烏克蘭俄烏烏戰爭 本來以為說今年應該要結束了 看起來不會結束 而且看起來衝突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中國已經壓邊了 對 因為第一個是巴赫姆特這邊 坦白講戰爭是越來越激烈 因為巴赫姆特其實跟台北有點像 台北就是一個盆地地形對不對 巴赫姆特就是四個城市 周遭全部是丘陵 所以一手難攻 所以非常多的俄羅斯士兵的生命 都填在這邊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 整個烏克蘭第92基地的機械石 是怎麼摧毀俄羅斯的T80B的坦克 因為現在你俄羅斯的坦克一定要開進來 你才有辦法進入到巴赫姆特 所以烏克蘭的這個所謂的92機械石 就在這邊四級去埋伏俄羅斯的坦克 然後做遠程火炮攻擊 那這種遠程火炮攻擊就非常非常準 而且除了這種遠程火炮攻擊之外 一樣無人機配上手榴彈在這邊 也充分被使用 你可以看到這種裡面的陣地對不對 俄羅斯的陣地 結果丟了一個手榴彈下去 就一起讓他們團滅 所以原本的老方法 雖然看起來沒有什麼新的 可是他這邊打仗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那現在除了巴赫姆特之外 胡利達爾南方 就是整個烏東戰上的東南方 現在也在有大規模作戰 我給大家看這是俄羅斯 連續三輛戰車 被在胡利達爾踩到地雷的畫面 這畫面其實很震撼 因為胡利達爾在過去2014年 就是整個烏東戰場 頓巴斯戰場最前線 這個時候烏克蘭軍已經 所有的地雷都買好了 就等於俄羅斯的大軍壓陣 就一個一個巴黎達斯 那另外在各個烏東前線 都有零星的戰鬥發生 比如我們看這個扎波羅勒 扎波羅勒這種戰爭的 其實坦白講看起來是蠻可怕的 這扎波羅勒這種殭屍式的戰爭 因為我們之前有跟大家報導 瓦格大遊民團吃了吸氛機 不怕死掉對不對 這個也很誇張 這在扎波羅勒的 這個所謂俄羅斯坦克 很奇怪 他們在刑區的時候被烏克蘭逮到 烏克蘭逮到就去炸他 可是問題是你看喔 你仔細看導播我們重新回放的時候 這個坦克在開的時候 其實前面已經先爆炸一次 先爆炸一次 這坦克感覺沒有差欸 繼續往前開 繼續往前開 接著就被烏克蘭炸死了 所以那時候烏克蘭斯里面說 這些人是不是也吃了藥 所以判不畏死 就是殭屍式的攻擊 就不斷地去往前走 然後呢 俄羅斯我們現在講的 也進入到巷戰了 俄羅斯攻擊這種切爾尼哥 就是一個小村莊 一樣我們看到這種切爾尼哥中 有非常多這種近距離的短兵相接啊 各式各樣你看 這種城鎮戰 在這邊去做所謂的這個掃蕩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種零星的戰爭 還有大規模的戰爭 在整個烏東市一片全面展開 他直接攻擊他的瞭望台 對 直接攻擊他的瞭望台啊 用這個RPG火箭去攻擊 然後呢 烏克蘭士兵呢 在這邊呢 你看也是非常隱勇的 去跟俄羅斯去做對抗 那烏克蘭士兵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類似這種 短兵相接這種拿著槍 然後提槍快跑前線 所以你看這個畫面其實 你可以看到 開火點距離 烏克蘭士兵其實很近的耶 然後有大量這種裝甲運兵 就在城鎮中穿梭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已經不是俄物戰爭 初期那種高來高去 遠來遠去 海馬斯火箭戰打這個畫面 不是了 已經進入到城鎮戰 是肉搏戰 肉搏戰 歌喉戰 對 所以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甚至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種無人機的攻擊畫面 也開始了 因為現在傳出啦 俄羅斯在十天之內 你看喔 這手段丟下去喔 直接把這個俄羅斯的 士兵的一地 整個老鷹喔 全部直接踹掉 為什麼因為現在傳出了 十天之內 就要去做所謂開戰 所以如果是十天之內 一定要做開戰的話 烏克蘭在這十天內 一定要趕緊 盡可能去削弱 俄羅斯的士兵 所以無人機種種的戰爭 也開始盡可能 投入烏東的最前線 確保俄羅斯的士兵 在短時間內 沒有能力喔 那另外呢 這個烏克蘭軍隊喔 去眼瞄準什麼 俄羅斯的大炮 在巴赫姆特攻擊喔 俄羅斯的大炮 在巴赫姆特 因為現在起都已經架好了 而且有非常多的 這種所謂的隱蔽措施在 那這個隱蔽措施 你看喔 烏克蘭馬上發現的時候 來去炸這俄羅斯的大炮 那這個訓爆呢 其實很明顯是一個炮兵陣 你看喔 一個小爆炸對不對 然後馬上來個超級大的爆炸 那這個超級大爆炸 就可以理解到 這一定是個俄羅斯的炮兵陣器 裡面有非常多的士兵 或者是炮炭存在這邊喔 所以這場戰爭非常非常的血腥 那現在呢 導播我們帶回來看 你看這大爆炸 有多大爆炸 那導播我們帶回來看喔 現在這是整個烏東的戰場 你看到整個烏東戰場 俄羅斯是跟東北邊跟東南邊 一起去做所謂禁軍 那這時候呢 禁軍的過程都現在講 十天真的會做大決戰 所以現在是暴風雨前的臨近 明天哪 都在這次 好多的事 明天天 我們會拍攝 我們會來拍攝 一些個烏東的 神比賽 我們會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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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